主,我是石慧所谢雅族姊妹 然后我其实是彰化人 现在就是在桃园的龙甘国中当正式老师 然后呢,就是我对主最深的经历就是我在考老师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就是要先经过教检,教育检定 然后再来考教征 然后教征就是比试环经过副试 要有口试还有试教 然后这一些对我都非常的难 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口条不好 然后也没什么自信 所以就是去任何一个县市考试都是失败 然后呢,就每一个晚上就在那边哭泣 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 就是让我认识了弟兄姊妹 所以呢,在我考试的过程中 就是我的同学们都要到处去沾楼自己的住宿 住饭店啊,住旅馆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还在挑灯业战,继续读书 结果等天考试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精神都很不好 而且也把自己弄得很紧张 可是我呢,就是我的服侍者的姊妹 他帮我打电话 就帮我联络了全台各地的弟兄姊妹 那这些弟兄姊妹其实都没有见过我 就因为一通电话 愿意让我住在他们家里面 然后我到了他们家的时候 他们呢,没有叫我去读书 而是叫我来祷告 阿们 然后我们就一起喜乐的唱诗 就是祷告 所以我是很喜乐的睡着的 那早上呢 他们帮我准备热腾腾的早餐 有的圣徒是直接就是接我去逃产 然后有些圣徒正要上班 所以直接把他的机车借给我 哎,我又不是他的亲人 他竟然直接把钥匙丢给我 主啊,真的是看见我们在主里面 就是一个大家庭 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 让我在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遇见了主 然后最后是在大一的时候受敬的 所以我觉得主啊 就是希望朋友们 你们也都可以认识这一位主 接受这一位主 然后呢,我要分享的经纪的事 就是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我们拥有的一切是神给我们的 我们的境遇也不用有任何的害怕 因为我们有主耶稣 做我们一生的好朋友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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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